家族荣耀之继承者第二集剧评 罗子一出英招报警诬陷蛇识曼 凌峰化险为依旧蛇识曼 目的 剧评一千字 全面解析 第一部分 第一集 凌峰出场部分我没写 是因为我想留到第二集开篇的时候和大家聊聊 第一集中凌峰出场已经是后半段时间 而出场就是从法院打完官司出来 然后罗子一酒店门出事了 让凌峰来帮忙解决 这个麻烦就是 玩女人的罗子一 不想给一百万补偿 凌峰就想以吸大麻 让女的不要一百万 而女的说罗子一也吸了 言下之意 你把罗子一也抓了 凌峰依然临微不断地告诉女的 是 她自己承认向罗子一提供了大麻 最高可判武器 香港最高刑法只有武器 导演在安排这一段剧情的目的 就是告诉观众 凌峰这个角色处事不惊 律师专业知识丰富 能够靠一张嘴就解决了所有的问题 但是罗子一和舍师曼在前半段剧情 很明显二人面和心不合 那么凌峰和舍师曼能不能走到一起 又是观众愿意追下去的理由 这就是导演很聪明的安排 这样才掉观众胃口了 第二部分 饰演凌峰的爸爸是吴戴荣 吴戴荣出场和凌峰说要对邱老先生感恩 说的一切台词都是向观众介绍凌峰的出国留学的推荐信 是邱老先生写的 自己的咖啡厅是邱老先生给的一大笔退休金 吴戴荣介绍完这些后 观众就知道了 原来凌峰和邱家会有更多的连接 在未来的剧情中会不断的出现 当陈寅的出现和凌峰聊起舍师曼的带主席这件事的时候 背景的音乐是紧张的 似乎有事发生 果然尽头一切 舍师曼就被警察带走问话 这里的剪辑我觉得还是起到了城上启下的作用 还是不错的 对于舍师曼的突然被带到警局问话 导演下一步就告诉了我们是罗紫义所为 而这次罗家梁并不支持 并且还说 罗紫义是妨碍司法公正 才第二季 豪门拳斗就开始暗流涌动了 第三部分 凌峰和舍师曼出场的剧情 观众是一开始期待 他们会有什么很特别的故事 但是导演安排的两个人出场就是相似一笑 然后凌峰开车送舍师曼回家的路上 两个人就在拿聊着案子 舍师曼需要不需要凌峰帮忙 也说自己考虑中 从短短的一分钟的车内对白戏份 告诉观众的是 舍师曼对凌峰有一定的心结没解开 而凌峰似乎对以前的事情已经放开 舍师曼回家就责怪许少雄 找凌峰 就更加说明了 舍师曼对凌峰确实还有一些未解开的心结 而这个也是让观众一直追下去 看两个人以前是为什么分开 现在为什么会变成很客气的朋友 两个人又如何会像预告片那样附和 都是留给观众一直追下去的理由 结尾的话 罗家梁 罗子一去陷害舍师曼最主要的目的就是 他们想搞赌场 但是舍师曼认为不可行 只会让公司的债务越对越高 在第二集中 沪泻一气的父子两个 就是不断地出阴招陷害舍师曼 尤其是罗子一这个二世祖 工作的能力没有 但是害人的本事却是很高 为了不让舍师曼这个代主席 阻止自己的赌场计划 就去收买医生陷害无辜的舍师曼 怎么也没想到 最后会因为凌峰的出现解决 而凌峰是二世祖罗子一的好兄弟 那么这样一来 剧情到后面的开展 凌峰到底是好还是坏 是帮舍师曼的还是帮罗子一 还是为了自己 左右逢源 就要等第三集之后的剧情 慢慢地展开 虽然前两集的火花不大 但是至少这一集的陷害舍师曼的案子 还是有点看透的 让我们看到了 豪门争权也是耍鹰招 那么低劣的手段 便顺火花不大 使用用无法 Bahn